居賽內加爾官員說 首都達卡一個體育場內足球場當中發生的踩踏事件 導致8個人死亡很多人受傷 該國的體育部長馬塔巴說 在星期六迪姆巴迪奧普體育場內 當地球隊尤愛斯奧亞卡姆隊 與斯塔迪姆博隊比賽期間球迷之間的衝突引發了踩踏事件 當地媒體報道 警方向人群發射催淚彈造成恐慌 在場觀眾企圖離開體育場的時候 一幅牆倒塌 現場目擊者說 牆突然倒塌的時候 他知道事件會轉壞 有人肯定會受傷 因為那幅牆直接倒向人群 體育部長馬塔巴保證採取有力措施 使這類事件永遠不會再在賽內加爾發生 去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